而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交通的部分 玉立警分局维持花莲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特别将在辖内重要的路段执行交通疏导 而对于辖内依照式路口也才不定时的定点守望 尤其特别针对各种违规太阳列为执法的重点 以创造优质友善的交通环境 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玉立警分局迎接端午节连续假期 遭遇在台九县、花193县道 以及往台东县、长冰箱、台30县、玉长公路等各个重要路口 布下缜密的交通疏导对策来应应 三天连续假期 玉立警分局强力维护花莲南区三乡镇交通安全且顺畅 采取分区、分段、热食、热点等交通疏导策略 另外为了维护行人安全 对于辖内易造势路段也采不定时定点守望 尤其对于各种违规样态列为执法重点 以创造优质友善的交通环境 6月3号、4号、5号 就是今年连续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 本分局为了维持交通的顺畅以及行车安全 特别在相关易拥车路口部署警力 以加强交通疏导 另外也会加强编排测速勤务 避免游客路况不熟、行车过快造成事故 另外目前处于疫情期间 也特别提醒游客应该注意自己的防疫措施 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端午连假 玉立警分局执法不松懈 除了交通疏导 分局长温基辛也特别对酒驾等危规行为临终忍 强力防治酒驾 记者是玉兰玉理阵采访报道